我們現在來到桃園的尼桑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現在來到桃園尼桑 為大家介紹我們的好朋友 小玲 哈囉 你好 號稱全桃園最年輕的所長 謝謝 謝謝 認識所長沒什麼了不起 重點是所長有沒有比較便宜 有沒有優惠 一定有的 看他臉好像很誠懇 所以我們今天所長都出馬了 幫我們借到一台車 就是我們這台最新版本的X-Trail 這台是E-Power還是輕油電 這台是輕油電 但是外觀的話其實差不多 外觀差不多 這個外觀我們到時候開了一段時間 再跟大家分享它的整個外觀內裝 但是這一台聽說是頂配版 是 我給你試乘車開走 你這兩天怎麼接待客人 沒關係 現在都很足夠就對了 對 我們採預約制 採預約制 所以要預約是直接跟你聯絡是不是 沒問題 沒問題喔 又下方我們所長小玲的聯絡方式 所以這台你說是頂配版 它跟一般的中規版有什麼落差 它現在的話我們有一個找鳥方案 就是它有送所謂的空力套件 空力套件 喔 你說這個 是 這一整塊 然後這個霧燈也是原本就有嗎 原本就有 它就是在下方加一個空力套件 多這塊就對了 然後以及在車側的部分 我們有加一個鍍鍋式條 鍍鍋式條 這個地方 以及後方 一下方這邊有做一個空力套件 這邊也有一個空力套件 喔 這樣感覺就是有那種隱藏式的排氣管的Fu 然後這個是找鳥優惠才送 找鳥優惠才送 那正規一般的情況下 它跟中規又有什麼落差 以外觀來講的話 我們在外觀就可以看得到我們車頂架的部分 它有車頂架 所以中規是沒有車頂架 是沒有車頂架 那除了車頂架 我們再看到裡面的部分 我們在儀表板的上方 這邊有一個 多一個HUD台頭顯示器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的這邊有BOSS的音響 有BOSS的音響 對 BOSS的音響 這樣子幾乎跟我之前那台QX50的規格差不多了 Mark不一樣 Mark不一樣 但是開起來有沒有不一樣 我們實際上路 去試開看看 來來來 把行李放上去 非常的大 而且它有地窖的感覺 那我們就 鑰匙是這個 這麼大一排 還有這個 新世代的鑰匙 好 那我們就直接上路囉 最新的X-TRAIL 來來來 啟動它 那小鈴我們就先走了 好 這兩天保持聯絡 然後有什麼問題我再問你 沒問題 那我們就出發囉 Let's go 加好油了 我們現在在加油站 加好油了 我們現在在加油站 把它歸零 全部油耗全部歸零 重設 現在就 全部是歸零了嘛 那我們中間會停一個休息站 然後分享我這段時間開起來的感覺 然後到台南了以後 我今天去處理一些事情 處理完以後 我們再去加油 這一次應該一樣會是九層是高速公路 然後一層是平面道路的一個行駛 然後我們最後再來看一下油耗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那我們就走囉 經過這個苗栗的山藝 然後剛好繞進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這台車的生產基地 那目前已經開了86公里 目前已經開了98.3公里了 在這裡 90塊100公里 那現在顯示的平均油耗是19.1 那剛可能有爬這3億的這個坡 所以就是油耗有稍微下降 不然剛剛一開始的時候都二十幾 那我們現在在3億要到台南去 我們就繼續走 剛剛本來去西羅休息站 但是人實在太多了 沒位子停 所以我們就直接下西羅交流道 我們現在在雲林縣了 開了100多公里了 大概有一點點的心得 稍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個車子 像我現在已經下車了 它好像就自動會鎖車門 然後我只要一靠近 它就會車門就會自己打開 就我那一台 目前那一台Golf GTI也是這樣 但它有配這個配備 那剛剛所長小林有講 就是前面幾台 它會配這個空力套件 就是前面側邊跟後面的空力套件 那我是覺得看你喜不喜歡 我是覺得有些人喜歡比較素雅一點的 像這個就看起來比較粗獷 很多多了這個很粗壯的這個 好像是護板那種感覺 那就看你喜不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可能現在就要訂 那如果沒有很 就是一定要這個的話 你可以再看看 那車頭就是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這一台是頂配版 VMotion的這個車頭 非常的有質感 那跟ePower的設計也是蠻類似 然後現在是走這種雙層的 流行這種雙層 然後也是LED 其實這些現在應該都是很基本的 然後側邊呢 它鋁匡的部分 因為它這個是國產的 那輪胎是配馬吉斯的 國產胎 那配的是18吋的鋁匡 然後雙色的這種顏色切削 輪幅設計 那側邊剛剛有講 這個是有顏色的 有鍍鉻的 就是顏色是有分別的 有點綴 然後這個頂配版 又多了這個行李架 車頂架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它說這裡有包這個 那這一台也有配這個電動尾門 然後我們開了行李箱 它這空間其實還蠻大 然後支援這個六四分離傾倒 但這一個中間這個也可以 往前傾變成中央扶手 那因為它這有承載重量的這個功能 所以它這個板子是很厚實的 而且可以分兩層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這一台是沒有 沒有那個很趕的 比如說這一台是客車版 客車版跟一般的客貨兩用會差十萬塊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斟酌啦 通常都是計程車才會選那個客車版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後座空間 現在已經開了 開了以後 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有配個雙色的 上面是咖啡色下面是皮革黑色 那上面這是硬質塑料 然後進來了以後 它是兩種皮紋 這個是比較止滑 這個是比較光滑 這個我們直接坐進來 這個還有拉法斯的 空間的部分呢 大概還有兩個多拳頭 我已經調整到B柱之後 然後我前座是我的座姿 身高181公分 然後非常就是座姿非常的舒服 它是比較倒 比較傾斜一點 然後側邊的部分 寬度也非常的夠 那中央扶手是這個人的位置 所以如果要用的話 整個往下躺 然後後方有冷氣出風口 然後也有一個 Type-A的USB還有Type-C的USB 這邊中央鼓起的面積也算小 所以坐在中間這位置 也算OK啦 那我們去前座看一下 直接開門 那後方這一塊是軟質 硬直的這邊是軟質 前方變成軟質的 這邊一樣都是皮革包袱 這邊還有拉法斯 這邊的質感非常的好 不輸那種高級進口車 然後這個也是頂配的部分才有 雙前電動椅 還有BOSS音響 它這一台有配BOSS音響 在這邊有BOSS音響的LOGO 然後我們直接啟動它 PUSH START 它這一張電動椅有迎賓的功能 迎賓功能就是我一熄火 它就會自動退到最後面 讓你方便下車 然後一啟動了以後 它就記憶到你的坐姿 那它的這個方向盤是這樣 最新世代的方向盤 跟E-Power幾乎是一樣 然後有一個電子式的螢幕 那我目前已經開了180公里了 180公里 然後目前的平均有19.5 有帶一點點的市區的導路 有一個非常大的螢幕 這螢幕非常有質感 然後前面有一個很大範圍的抬頭顯示器 那這邊 這些就是設計上面是比較新世代的一個設計 那相對於ROV4來講的話 這個就會比較質感會好一點 然後這邊是軟質塑料跟皮革包覆的那種設計 然後這邊有木紋喔 這一塊做木紋滿有質感的 然後這邊是雙趨恆溫空調 旋鈕 如果這邊可以再烤基層銀色的話 做一點變化可能會更好 這邊PUSH START隱藏在這邊 然後一樣是兩個USB 一個Type-A 一個Type-C 點煙頭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QI無線充電 這邊還有無線充電的一個地方 那這顆排檔頭也是新的一個賣點 它這邊變成是現傳的 跟e-power有一點不一樣 e-power是長的 但是這一顆變成一個有一點 這種軟質塑料的這種Fu 然後這個是電磁滑車AutoHole Drive Mode 這邊都有 然後這邊是拉法斯的紋路 滿有質感的 那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它這個有置物空間 還滿夠用的 那這個車子有沒有 沒有自動防眩後視鏡 就一般的防眩後視鏡而已 那我剛剛已經開了180公里了 將近200公里的這個里程 就是這段路幾乎95%應該都是高速公路 沒有 剛從它中立那個地方到交流道 其實那也是平面道路 那車子還滿多的 那剛下來這個 這裡算西螺這邊 也是一樣 就是平面道路 開起來就是滿輕快的 可能歸功於它這顆變速箱吧 這個變速箱是CBD變速箱 有些人不喜歡這種CBD變速箱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開起來是比較平順的 然後在起步的時候比較不會有那種頓挫感 那這一顆引擎 我不知道跟E-Power那一顆VC Turbo有沒有一樣 但是它就是渦輪車 渦輪車特性就是你希望它有動力的時候 你要踩重一點 那踩重一點了以後 它動力才會就是噴出來 但是噴的動力跟電動車E-Power那種動力又不一樣 因為E-Power是電嘛 你踩下去它電給你多少 所以扭力非常直接 這種的渦輪車還是會有一點渦輪遲滯 然後再加上它是CBT 所以可能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足以應付日常的使用 那這一代的X-Trail我覺得應該是改下去 有些人覺得好看 有些人覺得不好看 但我個人是覺得滿好看 比上一代好看一些 它的車頭變得更霸氣 然後它的頭燈變成兩層了 應該會比上一代更多人喜歡 然後空間的部分 其實舒適度就不用講 日產的車本身 它的乘坐的舒適度 像這個乘坐的包覆性 我覺得以休旅車來講也不錯 那後座的空間也表現還不錯 行李箱空間也很好 然後它的那個 因為它有客貨兩用的版本 所以它有 可能那個戰板需要承載重量 所以它那個是厚的 東西放在上面比較不會說 好像軟軟的 因為有一些車子 它上面只是一層薄薄的皮 那個質感就有差了 但空間上面來講也算還不錯 那操控的部分呢 我們上次就是有邀請王老師 因為我自己曾經也是 Infinity QX50的車主 Infinity它的調性就是比較硬 它的底盤其實它的調教是比較硬的 避震器調教比較硬的 所以有些人不喜歡那種底盤比較硬 然後路感比較顛的 比較清晰的這種 不能講不舒適的 但是就是這種調性 那這一台車其實有一點點像 因為之前的X-Trail或者是日產其他車系 大家都會覺得它是比較偏舒適導向 但是這一台就是它的底盤調教的部分變硬了 那變硬了以後你就會覺得 怎麼跟之前的日產不一樣 但是相對來講 它可能在操控上面也會有一些進步 但是雖然底盤硬 但是它的椅子還蠻舒適的 所以抵消了這個不舒適感 我是覺得開起來蠻符合一般人的胃口 也不會太硬 就是因為休旅車本身就比較高 所以稍微硬一些 也不會讓你覺得軟趴趴 因為休旅車它本身底盤比較高 所以大部分的休旅車可能會覺得比較軟 但是這一台設定調性又比較硬一些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中間比較適中 如果說有些人像我那天有一個朋友 他的Tiguan 他又去改裝那又更硬了 那有時候這種休旅車就是要舒適一點 就會改那麼硬也不好 那像這一台我就覺得蠻中間的 但是對於以前習慣日產的車主 可能會覺得這次好像不太一樣 那個調性不一樣 那除了這幾個就是開起來舒適度還不錯 就是還可以的狀況之下 還有幾個就是比如說它的BOSE音響 這個BOSE音響 大家如果對音響很要求的 可以聽看看這個調性音調 是不是符合你喜好 我是覺得還不錯 比我福斯目前開的GTI的音質 我覺得稍微的好一些 然後又加上它這個隔音 雙層玻璃的 國產車目前應該有其他車款做雙層玻璃 所以隔音我覺得也還不錯 但是有一個我目前看到的一個 我不知道是我這台車 試乘車 試乘車它給我的時候才開600多公里 500、600公里而已 現在才800多公里 所以其實是蠻新的車子 它在行駛的過程中有一個 不知道是運轉的聲音 有一點像鋼帶 我在猜是不是變速箱鋼帶的摩擦的聲音 我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我聽到的是怎樣 是有這個聲音 就是有一個高頻的聲音 但是如果你不仔細聽 你也是聽不出來 我只是前陣子有人問 就是說會不會有一些異音 我今天特別把音響全部關掉 來聽看看 是有一個聲音 但是如果你沒有很認真聽 好像也聽不太出來 大家可以自己去展示中心聽看看 是不是我聽錯 還是這台車 本身的異音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這個 它這應該叫ICC 就是它ADAS 其實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比目前我福斯的IQ Drive還要好 因為IQ Drive 我怎麼講 如果你的手放開 沒有在方向盤上面 只要離開幾秒鐘 理論上它會警示 應該十幾秒它就會警示 但是福斯的車子 就是你手放上去的時候 它不會停止 你要這樣扭一下 你在高速光路上面 你這樣扭一下 扭一下它就晃一下 其實我覺得還蠻危險 所以我其實那台福斯 我那個IQ Drive 我很少開 但是這台不會 這台只要輕輕的手放在上面 它就解除了 所以也就是說它其實是比較敏感的 那在駕駛的時候 它的ICC也是比較有安心感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 就是開起來我比較敢 放心的用ICC下去使用 那冷氣也非常冷 像我開24度25度 哇都非常涼 那福斯那一台至少要再降個兩三度之類的 大概有這樣子的差別 因為我目前的車就是那一台 兩台車拿來做比較 馬上就見真章 就差異馬上看得出來 但是兩台車的取向不一樣 這台車它是屬於家庭式的休旅車 我那台是小鋼炮 那你如果是家庭 如果油耗又不錯 然後價位大家又相對可以接受 國產車保養又蠻合理的 比較便宜 那其實這台車 你真的可以考慮到展示中心去看看 我們今天感謝我們的小林所長 他是中立所的所長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可以直接問他 那這個車子其實是一直以來 都是他幫我們借車的 感謝他的幫忙 那我們等一下就直接到台南去 我處理一些事情 最後晚上我們來見真章 看看他的油耗到底跟里程電腦會差異多少 有沒有符合你的需求 跟你猜的是不是一樣喔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囉 現在已經下台南的交流道了齁 總共目前是開287.7公里 然後目前平均油耗是18.8公里 已經開了三個多小時了 現在是在台南 剛剛已經開了一點市區的道路 那我們現在先去處理一些事情 晚上結束以後我再去加油 最後我們來看到底是多少 還有一個就是剛剛在開的過程 忘記補充了齁 這個車子它是三缸的渦輪增壓 所以它在某些情況之下 你可以感受到它引擎的微微的抖動 不過這也是看個人 有些人他可能覺得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有些人很敏感 他就會覺得說這個微微抖動 他沒辦法接受 總而言之你實際到現場去試駕 自己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加滿油了 這一次的行程 就是從桃園加滿油以後 我們就出發 然後就是上高速公路 一路到西羅 走一點點平面道路 然後再下台南 再走一些平面道路 其實九層以上應該都是高速公路 九層應該都是高速公路 一點點的平面道路 那總共開了多少里程 我們開了289.9 這算290公里左右的一個里程 那目前行車電腦顯示是18.6 18.6 然後剛剛去加滿油 總共加了16.65公升 16.65公升的95 5000汽油 所以290除以16.6 大概是17.4左右 一公升可以跑17.4公里 三級17.4公里 跟它上面的18點多 因為我剛剛代速 在那邊代速其實有一段時間 所以應該差1公里左右的落差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如果是這麼大的車子 然後可以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油耗 那最重要的是 其實代速洗火應該是改善市區的走走停停的那種油耗 代速洗火就是它的這個輕油電的部分 在高速公路 我覺得還是靠它的這一顆VC Turbo 1.5升這顆引擎 所以我覺得如果純高速 又有個17多 其實好像還OK了 那你們如果也是買這台車 油耗也是這樣子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同級區 比如是CRV 或者是RAV4 你們的油耗是多少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大家可以參考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的車在這裡 我居然在台北市擁有兩個停車場 而且是月租的 但是我只需要付一個停車場的費用 像這裡是台北光華商場三創園區 一個月的租金大概五六千塊 但是我用4,800 擁有五個停車場 想要了解如何便宜租到跨區停車 請參考第一則留言 名額有限 預購重述 哦